動作快的同學像程度好的同學 你自己再去延伸去找其他的範例練習 如果你動作比較慢的同學沒關係 你就暫時先把我講的先run出來 回家之後建議一定要動手自己從頭做過 你不要說只是會Ctrl-C Ctrl-V 因為如果你只會Ctrl-C Ctrl-V回家都不練習的話 你以後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只會找我的範例去貼上而已 那如果我沒講到的你可能就不會做了 所以建議是最好是可以從頭再run過一遍 從那個插入模組開始 然後插入模組之後再插入程序 程序怎麼來的 這個前面我們都有講過 如果你這部分比較不太熟 前面都把前面影片再調出來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怎麼去每一行每一行 回圈怎麼寫出來的 然後輸出到哪裡這些都有 還有最後記得要縮牌 我非常敏感在縮牌 因為你沒有縮牌我一看我會看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Full在NAS下面 那我找不到你的NAS 我會怎麼講很容易就出錯了 所以建議一定要縮牌 第二個是寫完程式之後養成好習慣 請家註解 因為你不可能像我一樣 我一看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但是你們還在出入門 所以建議那個註解我是打得很精簡 但是你也可以打多一點沒關係 那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未來看的 因為你的未來會看不懂你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會常常在一直在回想說 我過去到底是怎麼 甚至有的時候幾乎都忘光了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還是覺得真的紀錄是非常重要的 你用文字也好 你用影像也好 你用動態的錄影也好 這都非常重要 不然的話你會變成沒有過去的人 你過去是什麼 你可能都忘光光了 現在慢慢發現真的紀錄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其實以前都很喜歡玩一些攝影 然後很喜歡攝影很喜歡錄影 所以以前的東西偶爾把它調出來一看 非常的這個 好像感覺我其實還滿紀錄滿多東西的 另外像YouTube我也用了十年了 上課錄影這件事也做了超過十年 所以我的影片數量 其實已經慢慢可以 不只是幾棵樹而已 已經是一個森林了 這感覺其實還滿好的 那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 不過你可以找到自己的那個 一個樂趣吧 工作不是就是只是為了工作而已 其實還有別的事情 感覺會很滿開心的 那看到每個人因為這樣的關係 而代己不敢說代己一個風氣 至少會聽到別人說 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我覺得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聽起來當然會覺得你講太 這個有點過了 不過聽起來當然也會很愉快 這感覺還滿奇妙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做完的東西都在雲端上面 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把這邊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東西貼上去了 那剛剛特別奇妙就是說 其實VBA最厲害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是很方便 開發人員一打開就可以做開發 我想應該沒有一個開發環境 比它還厲害的 其他的環境都要安裝 而且非常麻煩 像我下午的課那個PHP 光安裝的東西就不知道多少套了 所以我發現下午的同學要很認真 一個閃神他就什麼都忘記 都沒辦法跟上了 而且回家要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我看那個我YouTube頻道上面的觀看時間 像Excel大概都看個幾分鐘 那個PHP那個我看它都至少看個快一個小時 而且觀看次數還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那個課程是非常需要花時間的 那以VBA來看的話是非常的方便 為什麼按下去它就可以幫我們做開發了 而且上面的物件可以對應到Excel 也就是說你資料庫本身就是Excel 也就是可以把Excel當資料庫 那如果你學其他的語言 像PHP好了 你還要再額外去安裝一個叫MySQL 那你要額外再把MySQL學會 而且你還要再學一個PHP 而且你還要再學好多的環境 還要加伺服器 難度我問過同學 好像同學是說至少難度多十倍吧 所以當然如果比起來的話 這是幸福的啦 OK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做好之後 你把它另存心檔 幾乎沒有電腦是不能夠支援這個東西的 應該都可以讓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別的開發完